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产业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冷战局势 美国需要强有力的总统领导来制定全面战略 以应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略 拜登政府目前的策略被认为力度不足 无法有效应对中国的挑战 专家们呼吁建立一个专门的美国经济竞争策略 来保护美国经济安全 并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投资和影响力 第二条新闻聚焦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问题 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48%的临时进口关税 这反映了欧洲在处理与中国经济关系中的艰难抉择 这一决定旨在保护欧洲的工业核心 但也可能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 进一步影响欧盟的经济安全和繁荣 最后一条新闻是中国对欧盟猪肉进口启动反倾销调查 这是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关税的回应 中国商务部表示 调查将集中在人类食用的猪肉以及猪肠、膀胱和胃等产品上 去年 欧盟国家向中国出口的猪肉及其副产品总额超过30亿美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外交政策杂志指出 美国正与中国进行一场冷战 迫切需要总统亲自领导制定战略以赢得这场竞争 当前华盛顿对华政策分散、矛盾且缺乏焦点 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在202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持久斗争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通过军民融合和双循环战略 提升国内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能力 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而美国在应对中国经济侵略方面表现得尤为谨慎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转变 但美国仍需更高强度的经济行动来赢得这场竞争 总统应仿效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 NSDD制定全面的对华经济竞争战略 保护美国经济 削弱中国的竞争能力 并建立新的全球经济中心 外交关系委员会分析了欧洲在对华关系中的困境 尤其是欧洲委员会EC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高达48%的临时进口关税 反映了欧洲政策制定者在经济繁荣与经济安全之间的艰难权衡 自2019年欧洲中国战略将中国定义为伙伴 竞争者和对手以来 疫情和俄乌战争使得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竞争者和对手 尽管欧盟采取了一些机制来提高经济安全 但成员国对去风险化的看法不一 德国倾向于通过多元化寻找更多贸易伙伴 而法国则支持进口关税以维护战略自主性 随着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雄心和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 欧洲将不得不在经济安全和经济繁荣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应支持欧洲在这些艰难选择中的决策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减轻后果 以避免欧洲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半岛电视台报道 中国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关税后 启动了对欧盟猪肉进口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商务部宣布 这次调查将集中在供人类食用的猪肉及其副产品上 去年 中国从欧盟国家进口的猪肉及其副产品总额超过30亿美元 欧盟委员会上周决定从下月起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加征高达38.1%的关税 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补贴 对欧盟电动汽车制造商构成经济损害威胁 中国此前已通过媒体暗示可能采取报复措施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对中国的调查并不担忧 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 并确保其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 西班牙农业部长表示 希望在决定上有理解的余地 并指出贸易战对农业食品领域不利 最终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和选择能力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间围绕价格战展开激烈辩论 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这种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可能会阻碍行业增长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 呼吁消除行政障碍和地方保护主义 加快建立统一市场 他指出内卷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行业领袖如吉利汽车创始人李舒福也表示 价格战会迫使厂家偷工减料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则认为 市场竞争是自然法则 只有接受竞争才能进步 中国电动车行业面临过剩产能问题 部分小型企业如威马汽车和人和汽车已经倒闭 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5月 中国削减了60种电动车的价格 同时还面临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 指控中国通过国家补贴进行不公平竞争 韩文秀回击称 西方国家通过贸易壁垒 试图限制中国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南华早报报道 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 这一决定可能会对汽车行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17.4%至38.1%的额外关税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 受到美国的影响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访问德国时敦促欧盟与美国一致应对中国的工业过剩问题 主要欧洲汽车制造商如梅塞德斯、奔驰和宝马的CEO公开反对关税 认为这将损害欧洲的竞争力并增加进口成本 欧盟的环保目标也可能受到影响 减少中国电动车进口可能会破坏欧盟到2035年禁止销售汽油和柴油车的计划 中国是欧盟电动车的重要出口国 若爆发贸易战 中国可能会对欧盟车辆进口征收更高关税 并可能针对农业和航空等其他敏感出口领域 欧盟委员会的调查将持续到10月底 最终关税将在11月生效 除非大多数欧盟国家投票反对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蔚蓝新能源科技公司报告其半固态电动车电池的交付量上月大幅增长 标志着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正采用先进技术来延长高端车型的续航里程 蔚蓝新能源供应了482.9MW的电池 比上月增长了30.9% 这些电池使蔚来汽车的电动车单次充电续航达到1000公里 固态电池被认为比目前使用的液态电解质电池更安全 更可靠 但开发和生产成本较高 未来 广汽集团和志挤汽车等中国车企都在使用半固态电池 其他如奇瑞汽车也计划采用固态电池以加速从燃油车向电动车的转型 中国电动车电池行业由宁德时代等公司主导占据全球市场的60%以上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 电动车销量占全球总量的60% 南华早报 中国风险投资教父沈南鹏在担任美团非执行董事9年后辞职 原因是其他业务承诺 沈南鹏是红杉中国现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Hongshan的亿万富翁创始人 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界的教父 他在投资字节跳动等成功互联网公司方面的成就 使他被福布斯评为2024年全球顶级风险投资家第三名 沈的离职标志着他在高调企业中的又一次退出 此前他曾在2022年11月离开拼多多董事会 并在今年4月辞去上海上市的手旅酒店董事职务 美团自2018年在香港上市以来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已逐渐减持其股份 目前持有1.7%的股份 而沈本人则持有0.17%的美团股份 美团在第一季度报告中显示 其收入同比增长25% 并计划扩展至国际市场 如东南亚和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亚德 日经亚洲 香港政府正通过香港投资公司HKIC 将投资策略转向科技领域 以应对地缘政治压力和传统金融 及房地产增长驱动因素面临的挑战 上周 HKIC宣布首次公开投资深圳和香港双总部 的人工智能公司Smartmore 该公司专注于将AI应用于生产线 Smartmore的客户包括 特斯拉 富士康 比亚迪 华为等大公司 此次投资标志着香港政府投资策略的转变 之前通过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投资的公司规模较小 HKIC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担任主席 成立于2022年10月 旨在优化财政储备的使用 推动香港经济和产业的发展 专家认为这与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相似 HKIC的投资是香港政府推动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部分 计划吸引高科技公司并促进增长 美联社 中国总理李强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埃尔巴尼斯在堪培拉会面 讨论包括贸易壁垒在内的棘手问题 并同意妥善管理两国分歧 李强表示 双边关系正稳步改善 并同意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 妥善处理分歧 自阿尔巴尼斯的中左翼工党 在2022年当选后 双边关系显著改善 大部分贸易壁垒已被解除 李强此行还旨在强调 中国对澳大利亚关键矿产的投资兴趣 并计划访问西澳大利亚州的里加工厂 两国关系因澳大利亚立法禁止隐蔽的外国干预 和对华为的5G网络禁令而恶化 但双方正在努力恢复正常对话 分析人士认为 澳大利亚在重建关系中 已对中国做出让步 例如为对帮助俄罗斯战争的中国实体实施制裁 南华早报评论文章指出 尽管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进口 征收100%的关税 欧盟也在7个月的调查后 对中国电动车制造商进行了新的关税措施 但这些关税并未对中国电动车市场 造成致命打击 比亚迪电动车和吉利汽车控股等 中国主要电动车制造商 由于在调查中较为配合 分别只被征收了17.4%和20%的关税 而上汽集团则因为参与调查 而被征收了最高的38.1%的关税 这些关税 加上现有的10%进口关税 仍未能阻止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 中国政府否认了欧美对其电动车制造商 过度补贴和产能过剩的指控 并尚未宣布任何报复措施 欧洲消费者最终将承担这些关税的成本 在选择有限且价格更高的本地车型中挣扎 而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则通过高效的生产和不断提升的设计品质 继续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总理李强 访问澳大利亚的消息 强调了双方在大熊猫和葡萄酒贸易上的合作 李强在访问阿德莱德动物园时宣布 中国将在现有的熊猫王王和福尼返回中国后 再提供一对新的熊猫给该动物园 以继续中澳之间的大熊猫合作 这次访问也标志着中澳关系的改善 尤其是在自2020年以来 双方因贸易和政治问题而关系紧张 李强强调 历史证明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和互利合作是中澳关系的重要经验 必须坚持和发扬 尽管双方在南海和黄海的军事冲突 以及澳大利亚籍民主活动家杨恒均的命运等问题上仍有分歧 但李强的访问展示了中国对投资澳大利亚关键矿物资源的兴趣 尤其是在电动车电池机里的生产方面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广东省增城区的励志农民 如何受益于中国农村5G推进计划 东陵果园的营销负责人引邀成 自2022年以来通过直播销售荔枝和吸引游客 得益于华为和中国联通提供的5.5G技术 使其业务每年增长20%至30% 5.5G技术被称为5G Advanced 预计将使网络性能提升10倍 支持更高质量的直播和更广泛的覆盖范围 然而在农村地区建设5G网络成本较高 且投资回报难以保障 但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升级 激励企业投资并部署连接设备 以提升农业生产和销售 尽管如此 增城的励志农民仍面临天气影响产量和价格上涨的挑战 也要承担心价格过高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及时有直播的帮助 南华早报 在中国与巴林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CSP后 分析家们对北京为何选择这个波斯湾小国感到困惑 尽管巴林的市场规模和与中国的接触程度相对较低 但双方在5月31日宣布CSP协议 并计划将巴林的2030愿景经济发展计划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这一举措被认为是中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一部分 尽管巴林并不符合中国以往在该地区的合作模式 分析家们认为 中国此举可能是为了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已经在巴林驻扎近30年 尽管巴林在能源出口和大规模建设项目上不如其他中东国家 但中美之间的竞争使得中国与巴林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南华早报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2023年第一季度超越苹果iOS 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移动操作系统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鸿蒙OS在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达到17% 超过了iOS的16%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华为最新的5G手机Mate60系列的强劲需求 尽管全球范围内安卓和iOS仍占据主要市场份额 但鸿蒙OS在中国的成功显示出华为在面对美国技术限制时的应对策略开始见效 华为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不再支持安卓应用的鸿蒙OS Next 并希望到年底能吸引5000个合作伙伴开发基于鸿蒙的应用程序 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的618年中购物节期间看到用户参与度和商家增长的令人鼓舞的迹象 而竞争对手小红书的在线销售额则同比增长了三倍 阿里巴巴的淘宝和天猫集团在今年的购物节期间采取了新策略 专注于消费者和小商家 以保持其在中国在线购物市场的主导地位 小红书通过鼓励网红试水直播电商 其平台上的订单量从5月19日到6月10日增长了5倍 虽然两家公司都没有公布其总销售额 但618购物节作为中国第二大在线销售季节 仍是分析师和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阿里巴巴面临来自字节跳动的抖音和拼多多等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 而小红书则凭借其快速增长的用户基础 尤其是在年轻女性中扩大了其在拥挤市场中的存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字幕志愿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